我是最难搞定的救赎文女主 无数个川书男在我手下败北 系统为此勃然大怒 而我拽进一本修仙虐文里观摩苦难 不让你吃些苦头 你是学不乖的 临走前还顺手将我的灵魂塞进了虐文女主的身体里 可她忘了把原女主的灵魂带走 我与那个清冷柔弱的美人大眼瞪小眼 指着那群狼心狗肺的师弟师妹们说 看好了我就教你一遭 今天不把他们喷锅打成钙粉 我算你师弟师妹们屁股硬 依依你就在这个世界好好体验一下什么叫虐心虐心 不让你吃些苦头 你是学不乖的 系统怒吼出这句话 盯得一声离去 我背脚踹进了楼弦月的身体里 还没来得及适应 只听见一声惊恶的质问 你是何人 为何强占我的肉身 系统走得急 没带走一片云彩 也没带走原女主 那位面容清冷 不识人间烟火的美人变成活 飘在我身边与我的心声对话 说来话长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 一声蕴含着怒意的男生打断了我 只见一个眉眼中全身怒气 容貌俊美的男子 手持黑色长边站上演舞台 师姐 你看护不周 导致小师妹负伤折剑 如今师尊还在闭关 应当自请受罚 以赎罪责 一个身穿绿色罗裙 面若桃里 目如春水 眼泪汪汪的女子拉着她的袖子 师兄 师姐不是故意的 还是算了吧 我扎了扎嘴 把回忆和现在的场景对上好 刚才系统还带着我在天上看戏 楼贤月带着一对师弟妹下山除妖 结果小师妹沈青棠 因为不忍心采坏一朵野花 而乱了见证 不仅差点连累了数位同门 自己还挨了妖兽一掌 这种不作不死的事情 和楼贤月扒杆子打不到一起 要不是楼贤月力挽狂澜 这群人都该喝满月酒了 无奈沈青棠回来 就哭哭啼啼了三天三夜 言语间全是 我当时是被人撞了 才乱了见证 大师姐不喜欢我 师姐不管我很正常 但这不怪大师姐 说我不能讨她欢心 我受伤我活该 师姐开心就好 得意思 青云门杨胜英衰 娇憨烂漫的小师妹 一直是团宠级别的 她的头号舔狗 我一手带大的师弟楚山 第一个坐不住了 非要让我公然受罚 最好是跪着被她抽鞭子 掩面扫地痛楚加深 才能给小师妹出气 这不纯纯绿茶配啥狗吗 楼姑娘 肉身的事咱们一会再说 我先问你 你认不认罚 我以牺牲与楼贤月沟通 那位美人的魂魄飘在一旁 看向楚世安的眼中 全是悲痛 是我看护不周 可内受青唐师妹临时变卦 我措手不及 我懒得再听她废话 一步上前 一股寒意自我身侧涌起 给你们脸了是不是 我一会绣袍 一股带着冰针的寒风化刃 直直冲着楚世安与沈青唐而去 楼贤月虽然人窝囊了一些 但是天资与修为确实不错 天生罕见的便衣冰临根 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原因后期 对上这群废物点心 那优势在我 楚世安与沈青唐 被风刃打得飞了出去 其余看热闹的弟子 也都被这风刃的余威 吓得退后了几步 楚世安 你以下犯上 不敬师长 竟敢对着自己的师姐动用私行 你可是好大的威风啊 我用着楼贤月的身体 嗓音清冷 语调却十分细谐 言语间 自身威压降下 压得楚世安与沈青唐站不起身子来 压得那些看热闹的弟子们 靠近不了半分 我只为了见风的公正 呃 楚世安是图狡辩 我一挥手 一声闷响 一颗小小的兵力 砸在楚世安的心口 竟然打得他倒地不起 真是废物 迅思王法还说的这么好听 你记住了 我是你师姐 就只有我教育你的份 我修为比你高 便只有你认罚的份 我翻了个白眼 心念一动 楚世安便整个人飞了出去 像是有破麻袋 东北一声砸在墙上 看深度 估计是半会儿扣不下来 二 收拾完这个傻狗 我的眼神轻飘飘地落在沈青唐身上 沈青唐跌坐在地 一脸惊恐 却仍然做好了表情管理 我见有脸 沈青唐 我缓步靠近 沈青唐咬着下唇 试图向四周求救 但唯一能和我过两招的楚世安还在墙里 颠倒黑白 搬动是非 信口雌黄 诬陷同门 你说你该不该罚 我根本不用出手 只有助击出气的沈青唐 在远阴七的威压下 立刻败下阵来 小小的人 像是被一只大手压着倒在地上 浑身的骨头都在咯咯作响 识安师兄只是意识气急 是我没能劝住师兄 师姐若是生气 唐儿愿意替师兄受罚 我可不喜欢听这段 楚楚可怜的茶言茶语 只是指尖一条 隔空一个耳光 打在他那张芙蓉面上 用不着你替谁受罚 你先挡嘴二十 家人们谁懂啊 修仙者 打人爽的离谱 都不用我怎么出手 隔空就能框框扇别人大逼斗 又快又很不伤手 那巴掌是虚空而来 沈青唐对我定了身 必无可避 我是冰林根 那善人的锋刃里 裹挟着冰晶 又冰又凉 边山边小种 可真的是太贴心了 十九二十 我副手而立 看着沈青唐那张小脸 好似猪头 直到现在 才有人反应过来 平日里温柔怯懦懦的楼贤月 今日出奇的反常 特别是众人看到自己 也不该如此残害同门吧 是啊 大师姐平日里 一副淡然大度的样子 今日为何斤斤计较 怎么是如此狠毒的人 我侧过头去 神色如常地看着他们 无数冰晶在身侧萦绕 楼贤月看不下去了 那飘忽的灵魂开始劝我 这位姑娘 差不多就行了 下手如此狠辣 若是引来执法堂 怕是会被赶出青云门的 我歪了歪头 你是同辈之中为三的原因修饰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便衣冰林根 是明剑斩双的建筑 我一字一顿 试图打开楼贤月的江湖脑子 你记住 应该是他们亲门跪下来 求你留在此处 日后 也是他们跪下拜你 我与楼贤月的对话 外人听不到 他们只能看见我在发呆 缓过一口气的沈金棠 声音颤抖地开口 大师姐一向温婉 爱护同门 你如此狠辣 你不是大师姐 你究竟是谁 少女的质问声 带着些悲愤 好似是有多么关心楼贤月一般 众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不愧是团宠小师妹 一句话 给我戴上一顶被夺射的帽子 夺射乃是邪修所为 若不是大师姐与邪修勾结 有人率先出生 甚至拔出了配件 此时的楼贤月快要急死了 与邪修勾结 这样的罪名可不能单下 我没有搭理他 只是笑音音地看着沈青棠 你是说 我被夺射了 我背后的素白长剑 忽然发出一声嗡鸣 带着剑翘就飞出来 好似电光一般 对在了沈青棠的胸口 把这小小的人砸进了墙里 和他的头号舔狗是邻居 也算是砸成了情侣款 你也是剑修 你该知道零剑认主 斩双乃是明剑 我若被夺射 他必可能认我 事实上 斩双并不认我为主 但楼贤月就在我身边飘着 这剑分不清是谁下的命令 干脆都听从了 斩双剑落回我手中 将那剑身拔出 银白的剑刃 直指沈青棠的咽喉 又再搬动是非 污蔑同门了 沈青棠 二十个耳光不过瘾对吗 我语调轻柔 却听到沈青棠身体站立 他好像知道害怕了 师姐 不是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大声便捷着 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 我只是关心则乱 师姐 强大的威压砸在他的头上 蓄大的压力 让他的骨头发出了咯咯的声音 师姐我错了 饶了我吧 好痛 救命 眼看着沈青棠眼角流下了血泪 已经有了蹊跷流血的预兆 我不仅不慢地开口 错哪了 说实话 沈青棠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挖了一口吐出血血来 撑着最后一口气 大声哭喊道 那日是我乱了见证 并非有人撞我 是我一时急得胡说的 师姐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捡缓了部分威压 瞟了一眼神色复杂的楼贤月 楼贤月 你看好了 我就教你这一套 今天不把他们喷骨打成盖粉 我算你师弟师妹们屁股硬 三 俗话说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你们学不会尊师动道 不知道掌佑尊卑 那我就教教你们一场 来自己的单方面虐打 以楼贤月地求情结束 姑娘 莫要真打出人命来 你不说要与我商讨肉身之事吗 放下手中的剑鞘 我脚边哭着认错的外门弟子 连滚带爬地跑走 看我终于肯停手 那些饱受摧残的弟子们 还好心地把楚氏 安于沈青棠抠了下来带走 对 打得太开心了 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梁玉 我转了转手腕 心情很好的开口 我叫梁玉 原本是一本救赎文的女主 我不是开朗小太阳 吃饱了称的 要去救赎一个阴暗地雷男 按剧情来说 我才是被救赎的那个 抽烟喝酒烫头 飙车打架斗殴 有花壁还染黄毛 直到我有了自我意识 一个名叫主控系统的东西 找上了我 他告诉我 我的世界本身就是一本小说 有不同的传输者前来攻略我 每一次轮回都有一个新的男人到来 他们试图攻略我 感化我 保护我 让我为爱变得咸娘温柔 洗手做羹汤 三年生俩 达成艺 只不过后来 就再也没有能成功的男人 大部分都被我踹了 或是被我打压的裤衩子都卖了 第222个失败者 梁玉你是要逼死我吗 没人成功系统就没有业绩 没有业绩系统就疯了 为了错错我的锐气 他把我丢到了这本虐纹里 我目睹了楼贤月这个愿种 掏心掏肺对每一个人好 却被小师妹沈青堂像蛮狗似的虐个半死 被冤枉 被虐待 被挖铃根 被取心投血 最后 他一怒之下 当着所有人的面自吻了 成功以自己的死亡 惩罚了所有人 化大了那些失地师尊的几滴眼泪 据说还有他重生复仇的第二步 只不过 因为这几滴虚假的眼泪 就原谅了全世界 这惨的路过条狗 都得陪上一支烟 然后骂一句 彼屎都难吃 系统论我懂没懂 珍惜美好的救赎文女主人生 我则挖苦道 你们也就是欺负人家 罗贤月没觉醒自己的我意识 不然 他早把这个世界杀穿了这么一次级 系统调整进度条 把我丢到故事的开头 让我亲自体会一下苦难 但这些话 不能和罗贤月说 呃 你娘 对你娘亲 我尽量说的委婉些 你娘看你在青云门受委屈 急得团团转啊 他向众神祈祷 只有我回应了他的请求 没错 就是这样 这样的借口说起来还有些羞耻 但罗贤月很吃这一套 一听又是他娘求人来帮他 就擦掉眼泪了 当年还是观焕小姐的楼贤月母亲 请了青云门掌门一杯茶 后来观焕小姐家道中落成了歌迹 以一茶针把楼贤月推入仙门 当然 就是因为这个出身 导致楼贤月遭人白眼 养成了这个讨好型人格 而就在我好不容易安抚好楼贤月时 一道浑厚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 贤月 到执法堂来 这声音很熟悉 楼贤月因为紧张 声音都变戏了 是师尊 师尊出关了 一定是师弟他们去告状了 怎么办 我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换出胆霜 朝着执法堂飞去 执法堂是审判青云门弟子的地方 一进去 那些伤兵师弟们站成一排 看我的眼神里满是得意 脸部已经消肿的沈青堂 被众人簇拥着 含羞待怯 眼眶泛红 系统手下的书里都是有穿书者 我猜的没错的话 沈青堂就是这本书的穿书女 师姐来了 她一声惊呼 满两无措的样子 十分慌张地 往处事安身后躲 故意进行了些身体接触 若是原本的楼贤月看到 必然会因为那二人的亲密接触 而道心不稳 然后一阵虐心的悲凉感 让楼贤月自己内耗 心灰意冷 但我没看他们 而是直面那位喝发蓬颜 一身先锋的老头 楼贤月的师尊 号称天下数一数二的剑修 正死死的盯着我 在他开口前 我砰的一声就跪了下去 四 请师尊息怒 是我管教不力 让师弟们不知尊卑 莫无礼法 让师妹说谎成性 颠倒黑白 有失先门脸面 不过就是恶人先告状 又不难 我说的声泪俱下 真情实感 这一下 不管是师尊还是沈青棠等人 都傻了眼 托尊今日气急了才动手 没想到一世心软 竟然酿成如此局面 还请师尊罚我 管教师职之罪 亲民们这种正派先宗的人 独打一个 不管有没有道德 但都要装君子的左派 原本准备心事问罪的 师尊老头哑了火 对我加在火上 进退两难 看我划跪得这么快 楼贤月都忍不住问 你这次怎么这么守规矩了 我冷笑 这老头我现在打不过 他是化神中妻 你是原因后妻 你等我到大成境了 我一定把他胡子绕他脖子上 再给他挂房梁上 靠死晴天老灯 伪君子 自然是伪装的君子 这师尊老头 看似一身正气 但日后可是会为了 沈青棠一滴泪 对把楼贤月的灵根 徒手拽出来的老彼登 由我这一出先生夺人 任凭楚山等人怎么控诉 我全部一一驳回 够了 贤月动手虽然是出有因 但着实是不知轻重 你的心性还差得远 自己去苦修牙反省三点吧 被我们一群人 吵到耳朵疼的老头也无奈了 原本打算重罚我的他 只能重重拿起 轻轻放下 毕竟执法堂不是剑锋一家独大 不少执法堂长老还在幕后听着 只要有理有据 总有三分辩驳的余地 我一向不理解楼贤月这种做派 像个泥人 受了委屈不说 被冤枉也不说 经常落得个白口莫辩 只求自己一脸悲痛欲绝的破碎感 能被他人理解 等待着一个秉公执法的人 来救他于水火之中 在去往苦修牙的路上 楼贤月有些不满地说 师尊最讨厌卖弄口舌的人了 你如此做 怕是师尊会更加厌弃我了 楼贤月 人长嘴是用来说话的 别想着公道自在人心 我冷哼道 你师尊讨厌卖弄口舌的人 你看沈青堂的小嘴跟抹了蜜似的 你师尊听他的彩虹屁 美得直冒跑 感情从不是可以勉强的东西 不喜欢你的人 你再怎么努力也只是打水漂 把宝贵的情感浪费在错误的人身上 是自己对自己实施的酷刑 我难得严肃 让楼贤月也不得不静下心来 思考这句话 楼贤月大概是喜欢楚山的 毕竟那可是他自小带大的师弟 也算得上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 可惜竹马打不过天降 不善言辞 怯懦无趣的楼贤月 雨活泼开朗 好似节语花的沈青棠 楚山的仙枣就废了 受罚在苦修衙上的前几日 是有执法堂弟子来查岗的 只要熬过一个月 这场责罚也就名存实亡了 不少被罚的弟子会趁机离去 除妖也好 救人也好 只求戴罪立功 而我不一样 风和日丽的一个清晨 我站在苦修衙边 深吸了一口气 三二一 跳 五 楼贤月疯了 虽然是魂魄 却在半空中自由落体 用大声尖叫 梁姑娘 我知道清修寂寞 但你也不能就此封魔了呀 怎么能想不开跳崖呢 在阵阵风声里 我感受了一下 蹦极不用绳子的快乐 你有所不知 有一句话叫 跳崖必能有奇遇 可能是神秘典籍 可能是珍宝 也可能是戒指里的老头 原音七修士的身体就是强悍 我在空中调整好了姿势 以一种极其装逼的姿态 落入坑底 衣角缓缓落下 可谓是把逼格拉满了 走吧 我看见前面有山洞了 我理了礼衣服 漫条四里的前进 这洞符可不是我凑桥堵出来的 其实按照原本剧情 楼贤月会因为沈金堂的诬告 而被处事安抽石鞭子 那位偏心偏到肚起眼 有阿尔兹海默正天赋的师尊老头 也在那时出关 听闻女主看护不利 提了人去执法堂审问 徒儿问心无愧 对诬告致辞 以示百口莫辩 空有一张嘴 却不会为自己辩解的楼贤月 一脸悲愤的又受了石鞭子 也被罚来了苦修衙 只不过这位无名前辈路走窄了 竟然研究起了邪术 此地怎么会有如此浓的煞气 即便是灵魂状态 楼贤月也发现了此处的不一般 我七绕八绕 走到了一处暗门 一推开 只见偌大的洞府中空空荡荡 唯有两个小盒子与一面小棋 小棋子滚滚冒黑气 这是邪修的东西啊 梁姑娘你这是做什么 我不顾楼贤月的叫喊 直接拿起了那面黑烟小棋 又将两个小盒子打开 露出里面两枚金灿灿的丹药 这是人黄旗 低配版 虽然没有吞噬万灵的力量 但杀几个人绰绰有余 这是万灵丹 一颗就顶百年修为 咱俩能不能突破原因期 就看今朝了 我只是让剧情提前了一点 原本楼贤月被放逐到牙底时 也误打误撞 进入了这处洞府 低配版人黄旗 看起来就不是很名门正派 他压根没动 而对于那两枚丹药 他却是识货的 这等好东西 他没想着先知 而是收入囊中 带回青云门将功赎罪 结果就是 丹药送了出去 却被沈清堂指出 他身上有一股习气 于是 与邪修勾结的帽子 稳稳地落了下来 青云门派人来彻查洞府 发现确实是邪修所留 自此 楼贤月最在乎的名声彻底碎了 邪修二字把他扯入泥潭 不仅被执法堂挖了肉 取了血 损失了百年修为 还被楚世安挑断了手脚筋 师姐竟然误入歧途 我不忍心见你继续堕落了 嘴上是这么说的君子话 但楚世安干的 确实是小人事 费了楼贤月 不出半年 还送来了与沈清堂的婚书 说什么 你到底对我有一场教养针 日后楼贤月死了 反倒一腔深情地说 我那时只是想弃一弃师姐 我只是想让他吃吃醋啊 真是颠得离谱 梁姑娘 你若是拿走这邪物 便会沾染煞气 是要被冠上与邪修勾结的名声的 楼贤月若是有实体 此时早就来抢我的手了 我则是用斩霜割破了手心 把血滴在人黄旗上 算是认了主 我今日进了这里 都会沾染邪气 日后必定会被认作邪修 将人黄旗收到储物界中 我拿起那两颗丹药 冷笑 当有人说你可能是邪修时 你最好真的是邪修 言罢 我把两颗丹药全部塞入口中 丹药入口即化 一股热流冲入我的丹田 浑身宛如升起了火焰 六 这弹药真的可以私吞吗 这里毕竟是青云门的地盘 我们理应交给师尊的楼贤月就是这样 大公无私 总觉得自己给的东西多了 他人就会念他的好 那虚无缥缈的名声 永远被他摆在第一位 没错 即便是重申后复仇的楼贤月 也没想到来压敌取人黄旗 吃灵丹妙药 因为沾染了邪气 可就有失明门弟子的清誉了呢 所谓的报仇 也不过是和沈青棠打嘴仗的时候 开几次口 驳斥几句小家子气的酸话 提前预判沈青棠的陷害 拿出留饮食来保留证据 所谓复仇 不过是让沈青棠名誉扫地 被赶出青云门 不过是在处事安红卓言说 师姐 你是不是不要我拉退的时候 冷漠的来一句 滚 这何尝不是一场极致的精神胜利呢 修仙 为的是修长生 若想长生 必然要天上天下 为你独尊 我感受着身体里翻涌的灵气 分出一丝神智与楼贤月对话 你把所有机缘都拱手让人 从不是什么良善 善心 是你酒足饭饱时 送给乞丐的一盘烧鸡 绝不是你忍饥挨饿时 让出的馊馒头 毫无底线牺牲自我的善 就是一种十足的蠢 我的眼眸中流转出点点金芒 修行者开悟 也是一种提升境界的方式 楼贤月的肉身 被钉在原地 吸收着丹药中的灵气 我的魂魄 则变得无所事事起来 楼姑娘 你想听故事吗 人一旦闲下来 便会萌生些许恶趣味 也没管楼贤月同类同意 我开口便学起书书人 一扬顿挫地讲起了 大师姐死后 全宗门都封了 这样的狗血故事 楼贤月从最初的不感兴趣 到泪流满面 最后更是目自欲裂 险些咬碎一口银牙 日月流转 我再次控制起楼贤月的身子时 一股流转的金光 从我的眼底浮现 这具身体 已经进入了和神七后七 距离大成七一步之遥 楼姑娘 我们在洞府中过了多久 因为我的小故事 而陷入苦思的楼贤月 变得十分安静 我问了三遍 才得到回答 已经过去了三载 三载 语言剧情的时间线 刚好吻合 接着楼贤月离开苦修衙 正巧遇到宗门内大变故 沈青棠要结晶丹了 只是不知为何走火入魔 伤了经脉 只等着一个 与他体质相同的女子 能挖半根零根给他 这种冤大头 自然是要楼贤月来做 说他沾染煞气 是勾结协修 说为了宝青棠门名声 要废他修为 不过就是沈青棠的算计 与那群偏心眼的 舔狗们的将其救济 大师姐回来了 剑锋脚下 有几个外门弟子见到我 竟然有几分惊喜 当然欣喜 他们那个被废了的小团宠 可等着我这个一栋零根库呢 想来修仙界的零根 就和我们那个世界的妖子一样 哪个虐文女主 不得被挖两下 换给女儿呢 七 剑锋大殿上 众人气愤压抑 自我踏入殿内的那一刻起 我便知道 这是一场有来无回的鸿门宴 率先开口的是楚世安 他站在沈青棠身前 看着自己柔弱小师妹 戏仍然的眼神 坚定开口 师姐 小师妹零根受损 亲密门内 唯有你与她一样 是知音之体 听闻师姐的兵临根 乃是百年难得一遇 即便被取出半根 亦能流转真气 我等释出同能情如手足 还望师姐处以援手 我看了看身边飘着的楼贤月 被自己心爱之人这么劝 若是原来的楼贤月 早该心碎神伤 无心辩解了 可现在的她 神色如常 并无悲痛模样 楼姑娘 你说 我现在要如何做 给还不给 我把难题抛给了楼贤月 她张了张嘴 眼神忽然变得坚定起来 那是我的东西 为何要让给一个金丹七 都度不过的废物 她不配 这些人 贪得无厌 偏执愚昧 无可救药 便是被记起也不冤枉 我心情极好的点点头 随后看向店内众人 我若说不呢 沈青棠一个废物 也配我自毁仙徒 听我语气嚣张 不少浪的面色 都变得红胀起来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控诉起来 师姐竟然如此刻薄 如此绝情 小师妹微在旦夕 不过是求你 给她半根灵脉 这样的自私刻薄 这样的心性 日后必然会成祸患 在一片讨伐生中 并落希子的沈青棠 摇摇欲坠的出生 次是受了极大的打击 师姐不愿就算了 何苦如此羞辱我 我便是沦为凡人 也不必受师姐的施舍 那委屈的模样 是谁看了都得心疼 我不在的这三年 他都快把青棠们 NPC们的好感刷爆了 如今一落泪 有的是人为他鸣不平 不对 沈青棠轻轻擦过眼角泪痕 死死地盯着我 师姐身上 怎么有煞气缭绕 对劲了 剧情上的正轨 沈青棠一语道破 我身上的煞气 众人很快就把 邪修与我勾结的事情 杜转出来 好似真的有人见过一半 谁说男人多的地方 没有谣言 他们造谣造得可快了 不过几句话的功夫 我给邪修做卢顶的话 都说了出来 看着那一把把 直对我的剑锋 我面不改色 一挥手 一把其貌不扬的小棋子 落在我手上 诸位 我虽然不给灵根 却有另一样宝物 能救小师妹 谁能取得就归谁 那小棋子散发出滚滚黑烟 邪碎极了 果然 大师姐与邪修勾结 自甘堕落 有人大喊出声 直见者掐得见觉冲我而来 我侧过身 指尖轻轻一点 一道金光闪过 没入了那人体内 哄 血雾飘散 稀疏被吸入了人黄其中 金丹初七 嗯 是个废物 我的声音轻飘飘的 落在每一人耳中 都分外沉重 有人反应过来 开始尖叫 残害同门 楼贤月已经入魔 今日我们便要清理门户 我真的忍了他们很久了 一直沉默的楚山开口 师姐 我已经传信给了师尊与掌门 你若是另有隐情 肯让师尊网开一面 我双臂环抱 看着他被一脸正直的样子 勾起了唇角 有什么隐情呢 不过是发现 修邪道可比修仙爽多了 自取正道的皆是伪君子 那我直接做过真小人 岂不痛快 言罢 小骑子黑气忽然暴增 一股巨大的威压降下 原本想着 以人多取胜的剑锋众人 开始慌了 他们只想仗着人多压制我 让我迫于淫威 答应挖灵根 却不知修仙之路上 修为的差距便是鸿沟 差我一个大境界 便是百人一起上 也不过是排队领和饭罢了 都说了 让你们平日里好好休息 如今不努力 那就去这里面 好好做师兄弟吧 我感慨一句 忽然发现 灵魂与肉体的联系 变得不再无法挣脱 意识到什么后 我笑了 楼姑娘 身体还你 让我看看 你这泱泱恨意有多深 吧 人回中积攒下的仇恨与痛苦 瞬间爆发出来 若是旁人 早该疯了 好在楼贤月这人 精神生理法玩多了 精神力量比较强大 竟然挺了过去 梁姑娘 今日真 莫齿难忘换回身体后 楼贤月的气场忽然变了 那小小见证 她都懒得搭理 身后斩霜零剑飞起 伴随无数冰锥落下 人黄起的黑雾如黑夜 笼罩大厅至上 风骤起 哀嚎惨叫声连绵不绝 血雾喷洒四溅 人黄其中热闹非凡 仅仅是刹那间 大殿之中 只留下了两个火口 楚石安与沈青棠 沈青棠一脸不敢置信地 看着楼贤月 嘴里喃喃道 不该这样啊 我都按照系统说的做了 我应该成功了呀 而另一边的楚石安四肢的骨头 都被震断了 她躺在地上 眼泪流了满脸 看着楼贤月走过来 连忙叫喊起来 师姐 你如今造下这么多杀孽 必然要被门派追杀 正道不再有你容身之地 你若只是被人蛊惑 我可以替你作证 全是那些物蛊惑了你 我的灵魂在楼贤月身边飘荡 一脸看好戏的样子 你知道她为什么更喜欢沈青棠吗 我冷嗖嗖地开口 因为你的修为永远比楚石安高 她在你面前永远心中有结 而你又不是个会撒娇的性格 只知道寻找天灵地宝 心法剑谱给她 她自然厌恶你 但沈青棠修为不如她 天赋不如她 还会凑在她身边 韩师兄好棒啊 说完 我侧躺在半空中 只可惜手里没有一把瓜子 这样的男人 也值得你犹豫纠结 楼贤月手上的剑顿了顿 她在听楚石安求饶 说那些年少时的点滴 祈求唤醒楼贤月的半分怜悯之情 说来可笑 楼贤月被她挑断手脚筋时 也这么求过她 真乃是风水轮流转 啪 一声清脆的巴掌声 原本还在喋喋不休的楚石安被 一巴掌打飞出去 口鼻流血 还吐出了两颗牙 你 怎么配提起昔日种种 我摆是轮回的 真心全都为了狗吧 楼贤月见光滑过 只见原本清聚的少年狼 没了手脚 成了一具人棍 被一道传送符咒 扔去了嘻嘻嚷嚷的人间 沈青棠已经下风了 一边喊着系统救命 一边冲过来 抓着楼贤月的裙摆 楼贤月 我不是故意为难你的 我只是按照系统说的做而已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与楼贤月对视一眼 会心一笑 将一把断剑踢给他 你死了 不过是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中 那就不需要我动手了 自吻吧 死于自吻的楼贤月 把自己当死法 全部交给了眼前的川淑女 大概在日后无数次的轮回中 哪些落败的川淑女 都得学会如何快速且优雅的抹脖子吧 我心里想着 莫名感到了几分滑稽 九 剑锋大殿被屠戮一空 姗姗来迟的青云派掌门 和楼贤月的师尊 才到了现场 看着满地血水 老头们吹胡子瞪眼 五六个话神七 七八个原因期的老头 集体围攻楼贤月 年纪轻轻便已经到了和神后期 确实是千年难遇的天才 可惜心性如此狠毒 如若不除 乃是一大祸患 精云门掌门如此惋惜着 可惜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人数向笑话 他们只能祈祷 楼贤月 在你灵力耗尽之前 未必能杀我们所有人啊 叮的一声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我脑海里响起 知道错了吗 在这受过折磨了 啊啊啊啊 主控系统的尖叫声 堪比海豚音 怎么回事 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在系统崩溃的叫声中 我慢悠悠地飘到他身边 远离了那场属于楼贤月的出战 杀多少人 报多少仇 他心中自有定夺 日后离开了青云门 即便为正道所不容 以他的实力 在这个世界称神帝 好似也并不难 系统 我说过 如若楼贤月有了自我意识 杀穿这个世界也不算难事 我细血的声音响起 让系统的崩溃 更上一层楼 就像我厌倦了 自己作为救赎温女主的故事一样 我在无数次的轮回里 要放弃自己的一切 和那个救赎我的男人 爱得死去活来 即便他们的拯救 只是嘴上功夫 只是先吃我的软饭后 抢我的饭碗 系统几乎要崩坏了 无所谓 送一个也是送 送两个也是送 这个修仙的世界太过简单 才让你有了可乘之机 我这里还有漠视的虐闻 兴起的虐闻 栽荒的虐闻 我挑了挑眉 微笑着点头 眼中尽是光亮 好啊 来者不拒 晚安